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实际操作能更快一些 就像我们打篮球 光看NBA直播是不行的 还要现场去操作演练一下 当然现场学习只适合少部分的人 所以有意向的同学可以跟我联系 接下来来看一下今天的拍摄 今天来拍扫地鸡 现在正好是中秋节放假 就我来加班拍了 我觉得这个挺有代表性的 正好场地也不用拆 可以直接用 那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 它呢只是一个模具 所以说近视拍的时候 像这个显示屏呀 这些指示灯呀 先去忽略掉吧 那看到它呢 这个不知道是成品还是样品 反正做工呢不太好 那它整个呢是这样的一个 反光的这样一个材质 那我们细分的话 还有按照最终效果来分的话 大概是分为三种吧 像外面这个金色的是一种效果 然后这个银色的我们要拍出一种效果 就是黑色的是一种效果 就是金色的要有这种柔和的过度 高光阴影的这种过度 然后体现出它本身的这些纹理 然后这个金属的呢 展示出它这个金属的这种光影的层次质感 黑色的不要去把它拍脏拍爆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今天要拍呢是这个产品的正面 所以说不论是从这个产品本身的这种材质 还是今天要拍摄的角度呢 都是比较难的这样一个拍摄效果 那来看一下我的布置 像拍这种反光的产品呢 依旧是会用到这个柔光纸 这次呢用到的是这个两个柔光瓶 然后上面是一个大的柔光纸 这样整个的把它铺开来 既可能呢把这个产品去包裹起来 防止它反到周围的砸光 同时让这个灯啊 在给这个产品去打光的时候 产生这种过度柔和 渐变自然的这种效果 我这次呢只用到了这个四盏灯 就是我个人的习惯呢 是在拍摄中尽量的去优化 减少用灯的数量 像拍这个呢 开始的时候也有用到这个八九盏灯 现在到这个四盏灯 因为我要考虑呢实用性 像这一季呢可能只拍这几件 下一季呢再来另外几件的时候 我也很容易的去把这个布光还原 如果是很多特定角度的灯的话很复杂 像这样呢拍完了也许会有一些小的瑕疵 但是后期呢只需要花几分钟甚至几下处理一下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可以呢花很多的时间加很多很多的灯 去把照片一次性的拍完美 然后可以试着呢去拍这个苹果官方样图的那种照片效果 但这么干呢得有两个前提 就是首先产品外观才得够完美 再者呢相应的照片要收获相应的价值 我平时是在工作而不是像艺术家一样在创作 我要考虑的呢是效率啊成本啊等等 要找一个又快又好的平衡点 等以后我不需要再工作了 我会把我的这个照片当作我的作品一样去进行拍摄 那我们来看一下曝光 那刚刚说过了今天用到的是四盏灯 这两个是长方形的柔光箱 然后这个是四叶加风潮 然后这个是标准照加风潮这样的一个配置 我们还是一盏灯一盏灯的来看一下它们的效果 然后再分析一下它们有什么作用 因为这两盏灯呢是对称在打的 所以说这两盏灯就是一块来看一下 那看到我的这两盏灯呢 主要是给产品的两侧打一个这种渐变柔和的高光 然后这两盏灯呢相对于产品来说 它是平行的这样一个效果 因为我的产品摆放的是有一定角度的 所以这两盏灯你看起来也是有一定的角度 这样子呢它打出来的这个光线 相对于产品来说才会是 就是上下这种由粗到细 是一个对称效果的这样一个结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这盏灯 就是四叶这盏灯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那看到呢刚刚这张图的这个位置呢 它是黑比较黑然后没有什么层次质感的 加上四叶这盏灯呢这个位置的这里就有一个小高光出来了 将这个感应器以及这个金属条这个位置呢 就给它一个光线打在上面 然后同时还不会太影响到这个黑色的这个位置 那但是整个产品下面的这个部分呢 还是比较暗 而且金属呢也没有上面这种有这种光影的这种金属质感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盏灯的效果 那加上这个第四盏灯之后 看到相比较于前面这张呢 就是它这个金属环的这种效果出来了 还是说后面这两盏灯加上 并没有过多的去影响这个黑色的这块 没有把它拍得很脏 然后很爆这样 就是看到我这两盏灯呢 就是不是直接打在这个柔光纸上的 而且都各自加了风潮 就是对这个光线不仅进行一个束缚性 同时还对这个光线呢 不要去直射在这个这张纸上 因为你如果说把这张纸上直接 是这两个灯是直接射在这的话 会造成光线过于的强 它呢是一个反光产品嘛 反倒这种很强烈的光线的时候 它的这个黑色就会 比现在来看的话就会更亮 然后就会产生灰灰的脏脏的这种效果 那我这样去打呢 通过四个灯之间光笔的这种配合 就是让这个产品亮的地方 反倒这种亮的光去更亮 但是这种黑的地方呢 因为反的光又比较弱 所以相对来说 还是保持原来的这种黑色 同时又可以体现出这个产品 各种不同材质之间 配合的这种质感的效果 那就是今天这个曝光了 好了 那照片呢拍完了 我是把最终的拍摄方法呢 分享给大家 这个过程中呢 我自己倒腾的时间呢 也有两三个小时 有同学说呢 没我这么多器材 那我拍照用的这些柔光屏啊 各种支架啊 是因为我有这些东西 我用着顺手 然后能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再一个就是这种展示方式呢 看起来会更直观明了一些 大家呢在自己拍的时候呢 可以换成更适合自己的方式 比如像这个拍摄台 你可以换成一个纸箱子 加个板 那柔光纸呢 也完全可以用别的方式来搭你自己手里头有什么架子呀 就是线手的用上就行了 那也许呢效率会慢一些 但是并不是不可以实现 那我想说呢 我分享的视频是不是为了这个炫技炫器材 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到我平时工作中实际拍摄 再用到的一些方法和想法 那就像之前跟大家聊的 用我的拍摄方法呢是可以拍出这种效果来的 但是拍这种效果呢不一定非要用我的这种拍摄方法 所以如果你真的理解或者认同我讲的内容的话 你应该试着用自己现有的这个器材去拍得更好 而不是只追求器材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产品拍摄 或者有兴趣来下下影棚学习的同学 都可以通过公众号微博QQ找到我 今天就这样了 拜拜 感谢观看